啪啪啪,是的,没错,她在为自己鼓掌,她给了自己最想要的掌声。 即使在那繁华的城市,她显得是如此渺小,但是她依然相信了自己,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到。 是啊,经过她的努力和实践,她成功地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 当一家杂志社采访她的时候,她说,当初她并不抱怨城市给她带来的种种冲击, 她相信只要是一块福律,总有发光的那一天,而且是最融合的光芒, 她相信总有一天她会被接纳的。 生活中各式各样美妙的声音,而掌声是最美妙的一种。 在给别人掌声的同时,亲爱的你,也给自己一个掌声吧, 给自己鼓掌,相信自己,给自己一些力量, 相信是福律,也总会发光,让我们为自己鼓掌,给自己一个最响亮的掌声。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谢谢一号选手,现在请二号选手上台。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 在我的演讲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两个问题。 在场的各位,你们有哪些人曾经真真真切切的 羡慕过那些被掌声和鲜花拥抱的人,请临举手。 那么在场的各位,你们有多少人曾经给过自己掌声的,请临举手。 好的,不管你们曾经有没有给过自己掌声, 今天让我们大家一起为自己造影热烈的掌声,好吗? 为我们的勇气,为我们的智慧造影掌声。 是的,这就是我今天要演讲的主题,给自己一个掌声。 当我站在这个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经过多少等待,经过多少失败,我就还拥有你们的爱一台阶段。 正如歌声里唱的那样,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次喝彩, 我的眼泪忍住掉下来。 但是,请记住,当没有人被鼓掌的时候, 不要灰心,不要泄气,请给自己一个掌声。 记得初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作为一个内向的我, 在英语口语基本雷霆的情况下,来到了泰国这样一个语言不通的情况。 我是随着雅个英语长大的,外加泰语一窍不通。 初次来到泰国的国际学校, 面对着那些自信满满,惊发必演的伴侶孩子, 语言不通,性格内向的我就像一只丑小鸭一样, 我甚至自卑到不敢与任何人开口讲话。 那段时机,我陷入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状态。 直到有一天,在约老师的土地下, 我让掌声在我的内心响了起来。 那天,学校要专门一个音乐会, 需要一个钢琴表演者。 我想,没有人那时候会想到我, 因为没有人知道我是一个干瓶专业八级的学生。 但最终,我还是以观众的身份欣赏音乐会, 并给他们送上了掌声。 我心里很清楚, 我弹得比他更好, 而我却只能羡慕他的掌声。 但我不服输, 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笨号。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勇气。 那一刻我明白, 比起向别人的掌声, 不如自己给自己一个掌声, 让自己勇敢地站上舞台, 然后我也那样做了。 而那掌声在我的心中响起来, 让我勇敢地站上舞台, 并且享受了我一直以来项目的掌声。 是的,朋友。 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需要掌声, 也处处都洋溢着掌声。 那些掌声也许是鼓励, 也许是肯定, 亦或许是爱。 但不管怎样, 对于想掌声的人来说, 那一种莫大的鼓励, 鼓励着人们勇敢地自信, 从容不迫。 但不管怎样, 亲爱的朋友, 在没有人为你鼓掌的时候, 请给自己一个掌声。 我的野长在说了, 谢谢大家。 谢谢你的二号选手, 现在请三号同学上台。 一位读学老师们,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 给自己一个掌声。 我是半年前来到泰国的, 在那之前, 我是一名高中预备生, 那时候快便离中考, 我的心理压力特别大, 每天都闷闷不乐。 于是, 就在我无数次向父母吐槽, 苦逼的高中生活和初三的各种压力后, 父母做了一个, 可能改变我一生的决定, 送我出国。 我听到这个决定后,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难道我真的要去到那个地方了吗? 每天就像美剧一样, 基本没有作业, 放学就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难道我真的能去到那样的地方了吗? 终于, 在去年的八月份, 我登上了前往太多的班机, 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学校。 可是, 渐渐地, 我发现我所期待的生活和现实中的, 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我不会英文, 不敢和别人说话, 也没什么朋友。 因为我不会英文, 听不懂老师讲课, 成绩也差得一塌糊涂。 那时候的我, 陷入绝望和彷徨之中,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甚至开始扣回出国这个决定。 开始想念初中时纯纯的友谊, 还有妈妈做的饭菜香。 直到有一天, 我在网上看到了尼克胡哲的演讲, 他因为身体的残缺, 从小就被人打击和嘲笑。 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 想要自杀。 可是慢慢地, 他发现他不应该用别人的眼光去定义自己, 因为人生是你, 你要学会接受和喜欢现在这个全新的自己。 于是他开始努力, 并且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演说家。 看完他的演讲, 我身泪俱下, 因为我仿佛在他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我因为别人说我胖, 我就努力减肥。 因为别人说我英文不好, 我就不敢和别人说话。 我就这样在意着周围一切一切的眼光。 可是看完演讲, 我仿佛突然明白了, 我们不应该在意别人的眼光。 就像偶然间, 我听到的一个词, You only live once, 对啊, 人生只有一次, 你该为自己而活, 而不是为别人而活。 于是我开始释怀, 开始成长, 开始努力, 就变成了现在的自己。 人生就像一座陡峭的山峰, 有时候你可能会羡慕别人的山峰, 会很平坦。 有时候你可能会因为太累而不想再前行, 甚至有时候你快要到达山顶时, 却又跌入谷底。 可是最终的你没有放弃, 一步一步终于爬到了山顶, 看到了最美的风景。 那时候就算没有人为你鼓掌, 你也要为自己喝彩。 因为那时候尽管希望再渺茫, 你也没有放弃, 而是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这样一个勇敢, 无畏困难的自己一个掌声吗? 谢谢我们的三套选手, 现在请呼号同学上台。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中午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给自己一个掌声。 掌声是对别人的支持和鼓励。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听到掌声, 也经常会给别人鼓掌。 例如,当你上台演讲时, 观众给你掌声。 当你获奖时, 老师、同学、家人给你掌声。 当你的作品被人赏识时, 他人给你掌声。 可是,我们有给过自己掌声吗? 那么接下来, 我就来给大家讲一下给自己一个掌声。 掌声是什么? 掌声是成功时给自己的祝福, 掌声是失败时给自己的鼓励。 掌声是伤心时给自己的安慰。 掌声也是迷惘时给自己的肯定。 轮逢受挫时, 内心总会伤心忧虑。 这时, 便想找个依靠来安慰, 找一个搞弯来修行, 以便扶平内心的不快。 每当我伤心时, 痛苦时, 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为自己鼓掌。 因为掌声是给灵魂最好的安慰。 是给心灵最好的一种诠释。 掌声就像一剂扶贫伤苦的仙药。 因此, 我常常在失败时为自己鼓掌, 让自己在掌声中得到安慰。 例如在2015年, 我参加了化学竞赛中, 虽然赛前我非常努力地在复习, 可竞赛的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 我只得了第三名, 我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在我听到这个消息后, 我默默地在心里为自己送上了掌声。 因为我参与了, 我尽力了。 成功是困难的。 成功是要经过无数风吹雨雅才能到达的底蓝。 因此, 每当手握成功的权杖, 内心都会哗然想起。 这就是对成功的肯定, 这就是对成功的祝福。 因此, 每当我成功时, 我都会为自己送上掌声。 例如, 在今年学校组织的芳朗中, 我获得了年级男子组第一名的成绩。 当时的我除了兴奋, 也在心底为自己送上了掌声。 这既是肯定, 也是机灵。 人生之路是慢着, 不经意间就会走到分岔路口。 这时, 我们往往会迷失方向, 内心便会褚褚褚决, 不知该往哪条路走。 即时, 条条大路通罗马, 每一条路往往都行得通, 关键在于你是否有勇气去的。 这时, 给自己点掌声, 对自己的决定表示肯定, 往往就会走上正确的道路。 掌声点缀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人生因掌声而变得更加精彩和美好。 掌声就是我们人生的四月天。 大家看, 掌声除了可以送给别人, 也可以送给自己。 有时, 给自己一个掌声, 将会改变你的心情, 改变你的生活, 甚至改变你的命运。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四号选手, 现在请五号选手上台。 各位评审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五号,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 给自己一个掌声, 给自己一个掌声。 人生不是短跑, 而是场马拉松, 我们总想超越别人, 赢得别人的掌声, 来评断自己的成败。 患得患失的结果, 让我们总是在失落与自卑边缘徘徊。 然而, 最重要的并非只求观众的掌声, 而是面对关卡, 跨步向前时, 我们给自己的那一个掌声。 英国作家J.K.罗林, 是21世纪家喻户晓的小说家。 罗林的创作历程深植人心, 那是一个追寻梦想, 给自己掌声的故事。 罗林从小就知道自己要当个小说家, 但父母极度不支持, 认为写作是无法温饱的行业。 在她毕业过后七年, 罗林是个一无所有, 每个月领救济金过活的单亲妈妈。 在母亲过世, 及经济的双重压力下, 罗林被诊断出有忧郁症。 然而, 她成功地写出当今最受欢迎的奇幻小说, 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再回首时, 她曾说到, 在每天的日子里, 添加着千百种细微的羞辱与辛苦, 靠自己的力量, 爬出贫穷的深渊, 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从她的身上, 我们看到, 只有自己, 才是给自己掌声的最佳代言人。 曾经, 我很努力地想打入同学圈, 努力地想跟上他们口中说的流行, 努力地想做他们喜欢做的事, 说他们想听的话题, 只是外表笑到的我, 内心却很不快乐。 从这件事中, 我学到了一个重要的道理, 真正的喜悦和成就感, 应该来自于我们对人, 对事的付出与用心, 而非等待他人的认定, 是我们给自己肯定的掌声, 而非一昧地等待他人的赞许。 大部分的人经过历练, 克服挑战后, 结果或许并不如预期, 但是最重要的是, 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面对困难的正面态度。 哥德曾说, 人生的价值以及他的快乐, 都在于他有能力去看中自己的存在, 哪怕不被世俗的眼光所赞许, 只要是真心付出与努力实现目标, 都值得我们给自己一个最温暖, 最有力量的掌声。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五号选手, 现在请最后一个选手, 六号选手上台。 各位评室, 老师, 同学们, 大家中午好, 我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 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 给自己一个掌声, 生活中处处都需要掌声, 掌声让我们充满自信, 掌声让我们斗志昂扬, 掌声让鲜花与眼泪更加光彩耀人, 掌声让我们的生活绚丽多彩, 给别人一个掌声, 送出了我们的鼓励与赞扬, 但是给自己一个掌声又能说明什么呢? 谢谢大家。 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需要掌声, 我记得刘映福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 别人说我不行, 我说自己能行, 别人积我是朽木, 我夸自己是栋梁。 是啊, 我们始终都要相信, 就算是路边一株默默无闻的野花, 也终有它盛开的一天呐, 就算是荒凉海滩上一片残缺无圈的贝壳, 也终有它闪耀着闪亮的光芒, 被挂在首饰店里的一天呐。 是啊, 生活就是这样, 处处都需要掌声, 给自己一个掌声也是如此的重要,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请不要忘记给自己一个掌声, 不要害怕。 我记得一位美人曾经说过,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首先要想到自己的成绩, 来提高自己克服困难的勇气。 当我们成功的时候, 请不要忘记给自己一个掌声, 这是对自己付出的努力的成功, 与认可,与肯定。 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 请你也不要忘记给自己一个掌声, 肯定自己的努力与汗水, 也让自己可以在以后的路上向成功进发。 就像李白的《行路》男里所说的那样, 长风破浪, 会有时, 扬起风帆, 挤沧海。 困难总会过去, 胜利终会到来。 给自己一个掌声吧, 让它在你困难或者成功时, 像一股甘甜清泉般涌入你的心头, 像茉莉花香般, 芬芳进你的思绪, 让它可以像波涛海浪般, 荡漾进你的心扉。 给自己一个掌声吧, 让漫漫人生路不再孤单。 我们的演讲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班号的选手, 我们现在所有的演讲都已经结束了, 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 请各位在十分钟之后回来, 十一点二十五分, 十一点二十五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颁奖典礼, 颁奖典礼之后就会有我们的大合照的时间。 现在是十分钟之后, 请回到十二十五分钟, 我们将开始我们的颁奖典礼之后, 十分钟之后, 谢谢。